大家好,我是乐彤,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清,冯剑宇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清,我是冯剑宇 好,那两位应该都是音乐台的,应该算是老朋友 对,老朋友,老朋友 那今天拿了什么奖,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佳新人奖 难道最佳新人奖的感受会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其实还是非常感谢音乐台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对,今天然后音乐榜给我们颁这个最佳新人奖 是对我们这一路上的肯定吧 然后也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动力 大宇呢 也是感谢音乐台给我们颁发这个荣誉 是对我们的支持和肯定 也特别感谢喜欢和支持我们的粉丝 确实,因为能拿到新人奖 这真的算是新人起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 当然我们也谢谢音乐台的粉丝们的支持 对对对 今天刚刚在现场的表演觉得满意吗 其实我们两个每次都会受到现场我们粉丝 就是太热情了 然后会受到 就是我们好 其实每次上台不觉得是我们两个在唱歌 因为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 对,都是我们大合唱 所以说每次跟我们感觉 虽然说不一样 但是真的是特别温馨有没有 对 对,温馨 然后特别激动,开心,感动 不管在哪个舞台上就好像 就像回到了家里 对,尤其是咱们音乐台 对 是是是 因为我其实听过很多我身边的歌手朋友聊天 说其实在大合唱环节 其实歌手本人是会非常感动的 对 你们今天的感觉是除了感动之外 有没有更多其他的感受 而且同时又拿了奖吗 因为 就每次 因为每次感觉都会不太一样 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要更努力 然后才能对得起这个 对得起这份荣誉 对,对得起我们拿的这份荣誉 然后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会更加努力 对 其实说到底还是要 非常感谢我们这一路上 对,非常感谢我们在这一路上 所有支持我们 帮助过我们的人 对 这是在把我想说的基本上 趁着这 只是就是一路这么走过来 真的是 有他们我们心里 特别感动 特别安全感 每次特别有底 因为之前我是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可能因为星座啊 或者说是一些某些原因 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但是真的有这么支持 和爱我们的粉丝 每一次都特别感动 我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底气 这么足的底气在 我们为什么还不努力 感谢你们 特别好 那王清最近发了一个新的歌 叫做Demo 对 这个歌你应该已经理解 然后就在音乐领域里边 其实Demo的意思就是小样 对吧 是在成品之前 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叫Demo 为什么当时起这个名字 因为出这首歌对我来说 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会唱 或者说我唱功会多好 而是说这个Demo 代表一个我的态度 我对音乐的态度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我能做到最好 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我可以用我的用心去做 把它推出给大家听 然后可能跟着我的发展和我的学习 然后我会不断的推翻以前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把更好的带给大家 所以说Demo并不只是一个小样的意思 而是说我们在前在学习的路上 前进的路上的一个态度吧 对一直是一直想推翻以前的自己 然后把更好的自己 然后带给大家 好那你在编曲和录制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参与更多的意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关系 来来来来我觉得可以 没关系 我看你一直在流汗 对 那你OK好 好紧张 OK啊 还是汉族人 对 对 感觉一直在流汗 看着也是觉得有点辛苦 一直擦 对 其实来到音乐台说实话 台歌对我们的支持 一直一直以来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 就这样 没有汉言 没有汉言 开玩笑 所以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就是这个歌叫 这个歌在编曲和录制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参与更多的意见 给大家瓦哥 这首歌在编曲和最后录制 包括填词 都是我和瓦哥一起 就是我们都有全程在参与 然后 改了很多次 可能就是改到半夜 然后我还在瓦哥家里 我觉得 我说瓦哥 咱们能不能写个更好的 然后我想把我的态度加在里面 包括录制当天 我去录歌当天 才还在改后半段的词 对 有没有出过什么特别大的分歧 比如两个人 就说我就要这个 然后他说 我觉得你这个不好 现在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 这个说实话倒没有 因为 弗龙飞老师作为我们 今夏也是弗龙飞 弗龙飞老师写的 然后第二首歌 我找的他 我觉得 我是很喜欢他的音乐风格 然后其实在创作过程中 还蛮顺 算是顺利吧 我觉得 然后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想要表达的态度 他很明白我 就其实还是很合拍的 对 其实还是很合拍 所以说 并没有分歧 只能说我们两个会有不同的想法 加在里面 然后碰触的这首歌 明白 那我们来问大宇 你看他现在自己 出合自己的单曲 你自己什么想法 因为他的单曲我也有听 你有听也是 他发了 当然要听 他尝试了自己 就是 我觉得是 从来没有接触我的风格 给他点个赞 谢谢 兄弟给点赞 所以我也要发一首单曲 因为就是 又上了一个网络大电影 刚杀青了有不到一个月 然后 五月份会推出这个网络大电影的 同名主题曲 是一路向南吗 是就是一路向南 这个歌对我来讲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因为他有几个音是很高的 音乐可能有点超出自己平时的 对 可能到那个临界点了 然后这个歌 就是从作曲方面来讲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歌是 听起来就特别有公路的感觉 那种歌曲 很热的 对 所以 希望大家能期待一下 是在什么时候发 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 这个在五月中旬的时候 网络大电影和单曲会一起出来 同步上 同步出 然后 我这两天 四月末的时候吧 就会录了 因为最近也一直在练 一直在练 所以你跟王庆偷偷透露过这个信息 就私底下的时候 没有我要给他一个惊喜啊 所以今天还是说了 因为我总要出门的 他既然他都说了说很适合公路 那我就开车的时候听 特别好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在公路上一边开车 我还可以跟我朋友炫耀 就可能在客人我的朋友 对 你看这首歌好不好听 是我好朋友的歌 对 炫耀的别人也有点意思 有点可爱 那你的歌我觉得什么时候去 你炫耀 24小时啊 24小时啊 我睡觉的时候不好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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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不要乱唱好不好 大家会觉得 不会啊 我跟你说 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其实今天 能够看到两位在一起 这么如此欢乐的 就是继续能够聊 大家互相的故事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我想问问两位未来 有没有再次合作的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一起发一个歌 或者是一起再拍到一个东西 机会 当然了 一定有啊 对 一定有啊 我们马上就要去进组 然后拍摄我们 准备已久的大电影 对 这个大电影是从开始 从编剧 然后到这个角色的设定 你说的我都紧张了 到角色的设定 然后一直就到现在 马上又开拍了 我们俩都全程在参与 所以基本上等于量身定制 对啊 嗯 对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两个的想法是 希望每一个我们参与的作品 嗯 我们两个会 进我们两个 所能做出最好 对 我们去把它展现出来 也相信不会让粉丝们失望哈 那最近 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一个韩剧热播了之后 有一个词很红 叫撩妹 哦 两位对这个词有什么感受 或者有什么 体会吗 撩妹 因为我们不是妹 没被撩过 哈哈哈哈 这个感受的话 我也没什么感受 而且我们俩其实 你看我们俩就是 可能在台上很欢脱 对对 我们俩 私底下其实 嗯 对 比较闷 尤其我比较 比较闷 比较正直 你看 比较正直 正直这个词 所以确实真的是我在访谈当中听到的第一次 用在艺人字以下 我很正直 对我很正直 对我对撩妹也没什么经验 因为我比较耿直 哎 哎 等直过来 比正直 贴切一点 我觉得我输了 哈哈哈哈 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相信 粉丝们会非常期待两位的更新的作品 谢谢 谢谢 好那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访谈当中 谢谢 谢谢 谢谢